来 杨咪 立维 您好 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 有人曾经在您的社群下面留言 质问您有关新冠病毒破口的问题 但我没有想到您就直接在留言区 tag他 然后并且回应他说 一辈子当鲁蛇 怪爸爸当年没带套吗 我就想说 天哪 这么呛辣的吗 我想 我很好奇就是 您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去 回应这个留言的 然后不会担心就是会被告之类的吗 我必须说 如果是非常善意地 想要来跟我们做沟通 来做询问 我们会 我非常高兴 而且想要花时间好好沟通 就像刚刚我讲这样子 那像当年那时候我必须承认 身为一个立委 那个话说得很重 你也是个妇产科医师 我也太屁孩了一点我承认 可是就是说当时的状况 事实上整个COVID-19 在那个时候的状态 事实上是 你根本除非你锁国 就是你的国家 完全不让任何人进出 不然你一定没有办法 避免可能的病毒的扩散 而这个过程中 要做的是前面的预防 比方打疫苗 比方好好戴口罩 可是真的没办法 会感染就是会感染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想要为政策算辩护 应该是说 那个时候前后的脉络有很多 会讲出这种 这么屁孩的话之前 事实上是已经花了很多的精神 好好的解释过 为什么政策必须这么做 所以算是理智断线的时候 都留下那个影片 好啦 那过来无效 我在家什么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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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是有点这个问题 我必须承认 而且因为我自己 是网络中毒使用者 你知道 切换账号的过程中 看到很多大家在讲的 讲了讲的也会跟着 把那个情绪带过去 这是我的错 现在还会这样留言吗 我会慢慢修正 不要闹着 我会 她说我会 我慢慢修正 不要 哈哈